《第一財經》這篇社論名為 《積極做好風險資產價值重估》的準備 發表於10月24號中共二十大結束之後的第二天 文章稱 像其他風險資產一樣 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等三重壓力之下 房地產正面臨著一場顯而易見的風險定價重估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埃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分析 中共現在正越發加大政府對經濟的全方位操控 為了解決經濟泡沫、房地產泡沫的問題 中共當局有可能會讓一些企業、金融機構等垮掉 第一財經的這篇文章套用中共二十大報告的《老生常談》 那些財經的這篇文章 套用中共二十大報告的《老生常談》 稱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住的 並據此強調,投資者需做好不動產定價重估的積極準備 各地應把握刺激房市的分寸 因為第一財經有上海廣播電視臺等背景 所以有人猜測 這篇社論的背後是否有剛剛卸任上海市委書記 有望接任總理的李強的影子 也就是說,是不是李強當總理以後 準備徹底放棄房地產,不再拖底房價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也認為 第一財經這篇社論涉及了一個非常大的全局性問題 但是第一財經畢竟只是地方性財經媒體 現在還無法判斷 這篇文章只是一家之言 還是代表著未來政策的信號 是全局性的,而且後果非常的複雜 現在很難判斷 就是誰都沒有把握 沒有說哪個經濟學家敢跟李強拍腦袋說 你這麼做,我們可以平穩著陸 誰敢說,誰敢說這個話 王赫表示,中共目前的政策是所謂的三穩 也就是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就是說,寧可有價無市 也不能讓價格崩盤 各地方官員也竭力穩房價 生怕所在地的房市率先爆雷 地方財政經濟崩潰 成為房市危機機鼓傳話中的替罪羊 據報導,各地為拯救低迷的房市 不斷降低手套房貸的利率 如遼寧大連已經降至3.95% 河北石家莊降至3.8% 廣東清源等地則最低降到3.7%